哈喽大家好,我是饭妹 大家看,这是什么 100块钱买了一个硬菜 嘎嘎硬的哦 走,今天巧了 春里沙流 买了一个牛饼 这根膜一定要撕掉 大家看 一个牛饼 一层包衣 先把这根牛饼焯一下水 把牛饼焯一下水 加入姜片 葱 料酒去腥 好了 捞出晾凉 切成块 卤过了以后 明显感觉到硬硬的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 感觉吃起来就跟黄膳似的 切成块 先把它改一下花刀 好硬啊 太有弹性了 锅 感觉有点像舌肉 放入锅中 炉三个小时 加入葱姜蒜 八角 香叶 桂皮 干辣椒 花椒 生抽 老抽 食用盐 开始卤了 点葱姜蒜 青红椒 等下爆炒 哇 终于卤好了 等到我都有点饿 哇 好香 再来爆炒 我觉得这个比较鲜 我简单调味一下就可以了 分猪 胡椒粉 糖 鸡精 出锅了 好香啊 来今天这个菜够硬吧 嗯好吃 硬 洗滑的 嗯 洗滑的 熬的时间长 嗯 太大了咬不动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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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米饭配老酱也非常不错 嗯 嗯 太多了咖啥 发生了 嗯 不错 呀 嗯 ить ital乘 ье acceptance 周图 到 听说这个牛鞭 女人吃了可以美容 我也尝试一下 没美容 包养一下 一百块钱就炒了这么一点牛鞭 是我2019年最奢侈的一次了 我吃好了 我也快了 你快了 你慢慢吃 哇 这牛鞭吃的太过瘾了 感觉这牛鞭 吃起来就跟牛鞭差不多 挺过瘾的 今天的胖面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